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到了圣殿之后呢 这个木料的种类增加了 那它的量呢也多起来了 它包括了这三种所谓的松木 那个香薄木和橄榄木 所以我们上周主要是看这三种木料呢 它的内在的意义 分明讲到了基督的石 它所谓的复活 它成了那士林的基督等等 这三方面 那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在造会生活里面 我们要来建造圣殿 如何来经历这样的一位基督 那今天呢 我们要再更进一步的再来看 其他的这一面 我发觉到说 在这个藏墓的这样的一个建造 和这个圣殿的一个建造来讲 是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我们最近进到这个 初埃及记的捷径途经 刚好也看到这个藏墓里面的 各样的器具 这些制作所用的一些材料 它的内在意义和我们所能够经历的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圣殿的部分来讲 我相信基督这边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比较 第一个呢 它所用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来讲 建造圣殿所用的材料 是比在盖造会幕的时候 它的材料是多很多 不仅是种类多 甚至它的用量也增加很多 这是一个第一个点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呢 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 我们要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 我们先要来看 就他们这方面两个的比较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在圣殿里面所用这个器具和物件 它有一个原 这个原则和这个账目的这个 做个比较来讲 我们看看这个原则 到底给我们看见 它这个属赢的意义 或它内在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它的这样的材料 用的这样的材料的种类增加了 或者说它的用量增加了 那它的尺寸呢 也很多都是变大了 它的数量呢 也增加了 那这是说明了什么 但是有一个是不变的 就是约会 甚至所罗门在盖造圣殿的时候 它也没有重新再建这个约会 它约会呢 就是用原来的 就是以前在账目的时候 那时候至圣所的约会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这位基督 它从死里面复活以后呢 它成了终极完成的那里 或是说三神的终极完成的 这位基督呢 它就是永远不变的 因为它已经完全完备了 所以就在希伯来书所说的 这个基督是永远的 是永远不再 不再改变的 它的意思就是 但它复活之后呢 一切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就它本身来讲呢 它是不会再改变 它是永远的 它是完全 它是完备的 但是呢 我们对于这个基督的经历呢 却是呢 每天需要不断的增长和扩大 所以就讲到说 这些的器具 这些的 用的这样的材料来讲 一方面它是表征基督 一方面呢 它里面所提到的内在意义呢 属灵意义呢 是我们可以在我们造会生活中 来经历的 就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所经历的这一面来讲 我们需要不断的扩增和扩展 所以就这个圣殿和这个帐幕来比较 圣殿呢 比这个帐幕来讲 多了 这些太多了 不仅是大小 它的这个尺寸 那它的那个种类 它的量来讲都增加了 说明了说 我们今天从这个帐幕的造会生活 要进到圣殿里面的造会生活 我们就需要对基督的经历 有更多的增加 更多的扩展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 过这样的圣殿的造会生活 这是一个 这个第一点的部分 好就提到 那第二点的部分呢 好就是 我们最近在进到这样的一个 帐幕里面的器具的时候 丢准备可能会发现 有些的器具 它没有尺寸 好 金灯台 他没有提到 还有上面 遮掩 约柜上面的基督伯 他也没有提到这样的尺寸 好 甚至呢 有提到那个所谓的洗灼盆 也没有提到尺寸 但是呢 在圣所里面呢 都有提到 好 基督伯他也提到他的尺寸 好一下 好 然后那个 那个洗灼盆也有 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 而且讲的很详细 好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说 而且他这边还有提到什么 重量的部分 好 在 那个 帐幕里面来讲 有些没有提到尺寸 更不用讲到重量 所以我们读到帐幕里面的各样的器具的时候 他顶多告诉你尺寸而已 好 长宽高 但是没有告诉你 他到底多重 好 多重 事实上 那个橙色饼 那个橙色饼就很重 不是那么容易搬的 我相信姊妹要搬 搬不动 橙色饼 不是橙色饼的桌子 是橙色饼 对 饼的本身 但是 但是呢 可能他都没有特别去提这个部分 但是到这个圣殿的这边来讲的话 就有提到了 不仅是尺寸大小 在帐幕里面所提到的 在今天在圣殿里面都有提到 而且还要特别讲到重量的部分 这就讲到我们的第二个原则 这边的 他特别提到器具的大小和重量 这关系到我们今天在造会生活里面 我们在建造这个基督身体的时候来讲 我们每一个器具 每一个器皿呢 都表征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 好 但每一个器物 这个物件 它摆的位置 它的大小 它的重量来讲 就如同 我们今天在造会生活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我们身上的恩赐 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度量 都是不一样的 好 但不是说大的 就OK 小的就不行 它有它各地摆的位置 它的重要性 每一个器物 每一个物件呢 都有它的重要性 都不可缺的 就讲到今天我们要过造会生活 我们要说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 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 我们都不能缺少每一个肢体 而且每一个肢体呢 都根据它的度量呢 有它自己的这个功用 而且它也能够尽它自己的功用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造会生活里面呢 我们需要宝贝 我们保爱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而且我们也不要轻忽我们主给我们的那一份 这样呢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造会生活里面呢 摆上我们的这一份 那目标不是来做比较 目标呢是为了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有讲到说 每一个物件的重量都合乎它的用途 因为它是这个用途 它就需要那么大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每一个器皿呢都不可缺 所以今天我们在过造会生活里面 在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点呢就讲到金包木 在这个草木的建造里面来讲 我们读到很多的器具呢 它是金来包木 就是草甲木包金 同样的在圣殿里面来讲的话 它所用的这些木料 它在建造 在用进去之后呢 它外面都还会贴上一层镜 我们上次所提到的那三种木料 在圣殿里面来讲都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再这样 好 这边所用到的三种木料 松木是表征基督的石贴在地板上 内垫外垫这个地板都是贴 这个这个里面的空间是内垫 外垫 这个门进去以后就是内垫 是圣索 这就是在圣索里面的 相当于在我们的圣索 这个地板是贴松木 松木上面是贴金 然后从地到天花板 这边是香薄木嘛 对不对 香薄木表面上也是贴金 好 那要进到制圣所 内垫里面的时候 这个门 橄榄木 这个门 两扇门 橄榄木 这扇面也是贴金 所以整个木料 外扇面都是包扇金 就好像造假木 它要包金 同样的在圣殿里面来讲 这些木料 它们也都是包金 好 都是包金 那包这个意思呢 就是一个连结 也就是一个调和 那弟兄姊妹们应该还知道 在我们读到第一篇信息的时候 就是这次的解经读经的时候 讲到那个造假木包金 造假木包三金之后呢 就是讲到什么 金是神圣的信息 这神圣的信息 会渗透到这个人性里面 在我们读化学的这个里面 两种物质摆在一起 摆的时间久了以后 上面的东西 会渗透到下面来 下面的东西 会渗透到上面来 你即使是固体 也会这样 同样的 这就很清楚了 这个木料包金的意思 木料包金 如果说时间拉得很长 这个金 就会渗透到木料里面 那木料里面的东西呢 大家也会到这个金里面来 所以就变成 两边是一个连结 是一个调和 合并 所以包的意思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包 人被神包起来 就是人与神连结 调和且合并 所以这是在建造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 你不管是造假木也好 松木 香薄木 橄楼木 橄楼木 一样 都是一样 我们今天呢 都需要包金 这个人性来讲呢 他是没有办法建造 需要是人性 要调上神性 神性要调到人性来 这才是真实的建造 所以需要包金 好 这看过了 那这边有特别提一下 那这边的数量的增加 这个橙色饼的桌子 这个在圣灵里面叫做金桌 他是十个 左边五个 右边五个 就是相当于橙色饼的桌子 它的扩大 那金灯台也是一样 左边五个 右边五个 就表示也是增加 另外一个是洗镯盆 左边五个 右边五个 他洗镯盆不在这个店里面 是在外面 院子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先一幅比较简单的图画来看一下 这个在我们上一次的信息里面 大家交通过了 这一次呢 我们的焦点要放在 铜所造的这些的器物上面 铜祭坛 铜海 铜盆 还有铜柱 两根铜柱 一根叫做雅金 一个叫波阿斯 这是南边的叫雅金 北边的叫波阿斯 这边是东边 这个是朝着东 好 然后这边的图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桌子 金灯台应该都是十个 左右的五个 但是他就没有呈现出来 好 OK 好 这个是大概先有一个 它的位置 相关位置 这个都是在外 院子这边 没有进到这个圣所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器物都是在这个院子里面 好 那这个是我大概整理一下 把这次我们所提到的器具的部分 主要这四个 铜祭坛 铜海 铜盆 和铜柱 这四个 那我也把它的来源 内在意义 圣殿是用在哪里 它需要 还有它属灵意义呢 做了一张表格 很简单的 来看这篇信息 讲到铜祭坛 在信息里面没有特别提到 因为这个铜祭坛来讲 就是和藏幕里面的铜祭坛来讲是一样的 所以就这边有提到 所以它铜祭坛 它鎖这个铜 它是来自 那二十个以色列的首领 他们起来背叛那个摩西 事实上就是背叛耶和华 所以就有火 从他们所拿出来的这个香炉上面 出来 把它们烧灭 但是这个 他们所提到这个铜 铜香炉来讲的话 是分别为胜的 是归给神的 所以呢 所以神就要 要那个亚伦和那个 以利亚撒 把这个 这个香炉呢 拿出来 然后把它锤成 那个片 用在那个 包在铜祭坛 铜祭坛里面是造夹木 外面是包上这个铜 那这就很清楚 是表征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这个铜呢 是经过这样一个 审判的过程 审判过程以后 被分别为胜的 所以他是表称基督的十字架 那用在这个圣殿的这边的 侍奉来讲 就是献祭用的 特别是提到 关祭的部分 那说明了说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需要很清楚知道的 自己是一无所事 我们今天能够在 造会里面 来尽我们的生机的功用 我们来服事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 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看的话 只有一个路 就是死 只配死 真正我们能够服事 是因为神的怜悯 还有因着我们享受了基督 我们经过了十字架的这样一个 经历之后呢 在神的面前才是有用的 这个呢 才能够来服事 好 那讲到铜海 铜海和铜柱 他们这两个呢 他们的铜的来源 都是大魏征战 从这两个城里面 攻取之后呢 得到的铜 事实上我去查过 在1961年 他们在以色列和 约旦的那个附近里面 找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矿 有点像 类似像矿坑 里面产大量的铜 那这主要是当时 大魏他在预备 建造圣殿的时候 如果帝公子们去读 包括历代字 就可以知道 他这个他 大魏预备了很多的铜 所以他 所以为了在圣殿里面 他很多的器具 是用铜来做的 而且他不是包什么东西 他直接用铜来做的 我们在帐幕里面呢 是读到那个 这个 班祭堂 还有所谓的 铜洗桌盆 可是他那时候 数量跟尺寸 都没那么大 因为那时候来讲 在旷野的时候 他能够得到的铜不多 但是他们进到美帝之后 后来建造圣殿的时候 大魏就预备了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材料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材料 就是铜 所以从那边 考古那边得到说 那个地方呢 就是在当时供应大魏 供应这个圣殿所建造的铜 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地方 就是这两个城 铜海和铜柱 主要是从这边来的 铜盆我们都很清楚了 在这个 在帐幕 会幕之前 侍奉的那些妇人 他们有一个铜 用铜镜 铜镜 铜镜来讲 因为以前没有玻璃 所以他们用铜镜来照镜子 那铜镜是磨 磨到后面的时候就很亮 那这个大概是他们的来源 那我们就很清楚 像这个铜海和铜盆来讲 这是表征这个什么 表征这个 神叫人知罪至责 审判和更新的灵 因为他经过审判 但是呢 他又有一个光照 所以这个叫我们能够知罪至责 还有更新 那铜海和铜盆 它的用途是不一样 铜海是很大 它有像一个很大的人工的储水池一样 它主要是用在祭司的洗镯 有人说法是 祭司整个泡到铜海里面 因为铜海很大 这样我们来看 它那个容量的水的量 会非常大 泡在里面 那有的是说 这个只是什么 拿来洗手和洗脚 那不管怎么说法 它就是用在祭司的洗镯 那我们这次也读到了 在帐幕里面来讲 祭司要侍奉之前 他是要先到洗镯盆 去洗他的手和脚 表示说他这个人要先被洗涤 把老旧的部分先洗除掉 今天才能够到铜祭塔那边 来开始所谓的县祭这个部分 所以这是铜海 所以到圣殿的建造的时候 铜海的功能 就取代了铜洗灼盆 在帐幕的时候的铜洗灼盆 铜盆就是作为县搬祭洗洗的工用 那铜祭来讲 铜祭是立在那个门 那个篮子 墊的篮的前头那边 但无论如何 讲到铜海和铜盆 就是洗浊和观照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经历洗涤和更新 就是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 但我们这次的信息里面有提到 另外就是观照 圣灵的观照 来观照我们这个人 那在铜柱的部分来讲 就比如说 我们必须要认识 我们是在神审判之下 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这个人 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 经过这样的审判之后 我们能够在错终复杂的观景当中 生活 并且来承担承认 就像柱子一样 柱子对一个建筑物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建筑物能够立起来 能够被拖住 完全都是在这个柱子 所以照会里面需要有更多的柱子 在神的殿中需要有更多的柱子 有没有 这是简单的看过 我们可以来看里面细的 这就是铜海 这是非常大的 它最大的容量可以到三千霸特 一霸特是二十二公升 所以它可以容纳的水是六万六千公升 一公升六万六千公升 这个量非常大 六万六千公升的 六万公千的 六万六千公升的这样一个量 最大的极限 那一般来讲的话 是放大概四万四千公升的水在这里面 好 那这个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一个洗灼 给祭司来洗涤用的 想到我们需要来经历 这样的一个更新 洗涤和更新 这边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些他们之前用的单位 一走是四四点五公分 一掌大概是七点六公分 一霸特是二十二公升 它下面有四个牛 十二个牛来驮住 这是铜海 那这边洗濁盆有十个 洗濁盆就小很多了 那它就是 就四十霸特而已 所以大概是五十倍 铜海它的体积 大概是每一个洗濁盆的 大概五十倍 容量 铜盆 好 这是铜柱的部分 铜柱的部分有分两个 它的柱长是十八种 它的圆周是十二种 那上面一个柱底是五种 那这个说法来讲 圣经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有说是三种 也有说是四种 也有说是五种 那到底是怎么样 不大清楚 但是它这个柱顶上面来讲呢 却有 这个 专修的格子网 和拧成的链锁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 但是在这复杂的环境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就要像这个百合 这个花圈 像花圈 花圈上面 这边还有柯百合花 百合花是表征信靠神的生活 在照会里面来讲 这个环境是很复杂的 但是呢 我们需要像百合花一样 信靠神 我们自己是没办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可以信靠神 我们可以转向神 百合花是不起眼的 他是完完全全是凭着信心来过生活的 同样的 在照会里面 那么多复杂的环境里面 我们需要信靠神 养万神 当这样的时候呢 就会有石流出来 这边有两行 每行有一百个石流 说明了说它这个生命的丰盛和丰富 这在于说我们是不是一个信靠神 转向神 接受神奔赐的人 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这样 即使在那样的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面 那样的观景里面呢 我们都能够这样的过照会生活 而且能够从我们身上呢 有一个生命丰富的一个沾线 能够来供应 能够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来供应弟兄姊妹 才能够来建造这个造会 基督的身体 这边有是七个圈嘛 这上面有七个圈 上面刻的百合花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边刚刚都已经提到了 当然提到这个 这篇信息里面来讲 它不光是提到同柱 还讲到说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柱子 就是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雅各呢 他因着 因着他用计谋骗了他的哥哥 以少的那个 的那个 长子的名分 所以就被迫 必须要离开他的富家 所以他在路上的时候呢 刚好呢 就是很累了 那就 就没办法 就刚好看那边有石头 他就把它 就睡在石头上面 可是在晚上呢 耶和华神向他显现 让他看见了这一幅 博特利 加了这样子 神再加了一个图画 所以他第二天亲来一遍 就把那个枕 他所枕的那个石头 立为 立为柱子 这边讲到说 原本这个石头是枕头 枕头是对为了他的安息 和他享受他需要的 但是今天呢 这个枕头呢 被立为柱子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是为了神的建造 神的家所需要的 这说明了说 可能 我们今天呢 所享受的这个是枕头 是对于我们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精力 这个精力构成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够 从这个枕头 变成 变成这个柱子 所以我们这个先变化成石头 石头是为了我们的枕头 再进一步呢 这个枕头呢 就变成为了神的家的建造的柱子 这一幅图画 很清楚看到图画 那相对于这个同柱来讲 这边的部分 这刚刚提过了 就是我们需要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 百合花 那最后我们才会有一个 基督生命丰富的丰满美丽和展显 就是这个石流 好 那边有提到石头 石头用在殿的那个根基 另外呢 还有包括 板角石 顶石 等等这些东西 这就讲到说 这个是变化过的人性 那不仅是基督是石头 我们这些圣徒们 我们也都是石头 所以彼得 前书里面彼得讲说 我们都要被变化成为石 活石 活石 活石又来建造的 那在新约里面讲到是活石 就是我们里面是要活的 但是我们的外面呢 需要经过一番的对付 就是像这个造成的石头一样 就是像这个造成的石头一样 所以我们里面呢 活的就是需要从主这边得作供应 那外面呢 我们需要会有一些的精力 这个精力就需要把我们摆在十字架的底下 就是一个对付造成 这是他们那边石架来切石头的方法 这个是石头 建造这个圣殿里面所要的石头 那他们都是 这是一大块石头 他们要凿成这个钩 然后把木头塞进去 干燥的木头 再灌水 这个木头就膨胀 膨胀就把这个石头给推挤 推挤完 这个石头就拿下来 所以这个石头 不是在盖圣殿的那个场 那个圣殿的那个位置 那边再来切啊 再来找 不是这是在采石场 就已经先预备好了 然后再把它拖到这个圣殿 要盖圣殿的地方 再把它一块一块把它建造起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 慢慢的建造起来的 所以今天在照会里面呢 我们不应该有那个切啊 那个 不应该 弟兄姊妹之间不应该满了切啊 招啊 这种情形 应该是满了什么 满了赞美 满了诗歌 满了那一幅建造的图画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的 被建造起来 好 那后来这个就是裂开了 它有一个纹路嘛 因为石头里面都有纹路 这样塞给它 纹路的地方是它最弱的地方 它就可能这样裂开一块一块的 好 最后我们讲到说 我们怎么来建造 这边信息给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材料来建造 那正确的材料呢 就说明它说 神看我们的是我们的所事 胜过于我们的所做 换句话说 我们里面那个质的部分 到底我们被做尽了多少 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分到底有多少 不在于我们工作的量有多少 所以我们都需要被试验 那个试验就是要来的货 好 这第一个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材料来建造 不是用木草和街 乃是用金银宝石 刚刚所提到的那些东西 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金银宝石的 都是能够被建造的 好 第二个呢 我们都需要在一直在这个神的审判之下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 乃是我们需要经过这个十字架的石 好 从我们的里面呢 所长出来的这些呢 才是真正能够来建造圣殿的部分 好 最后讲到这个圣殿呢 是经过无数人的劳苦 花七年半才建造完成 说明了说 建造圣殿不是我一个人 乃是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需要摆上我们的这一份 但是我们要摆下我们这一份 我们需要被装备成为 能够建造圣殿 合用圣殿的这些材料和器具 就在于说我们需要对主有更深的精力 这样的精力能够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更新 加深稳固加力加强并扩大 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基督生的实际里面 我们才能够真正被建造 我们才能够建造成为 这是我们的主义 对主义 这些主义 对主义